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久不见了 我是方方 很多观众见到我都问我说 怎么那么久没有看到我的演出了 老实说 一方面是因为年纪大了 再一方面 台湾现在的演出环境 跟我们过去不一样 过去会不会很重要 现在是敢不敢的问题 什么事你只要敢 就什么事你都能干 你看看现在 在台湾没嗓子当歌星 没有表情当演员 没有身材当模特儿 没有剧情当连续剧 那有剧情的竟然是新闻 那你又要问了 为什么现在我又付出了呢 坦白说 是因为赖神川导演 他说了一句话 这一夜 威门说相声 两岸三地 只有方方能演 戏剧大师赖神川 率暗恋桃花园制作班底 在洛杉矶盛大推出 彻底颠覆传统的 这一夜 威门说相声 5月3号周六晚 在Pasadena Civic Auditorium 只有一场 不看后悔 如果你相信 赖神川导演的话 你肯定我的演技 那么欢迎你 来欣赏我的演出 轰动两岸 一票难求 场场爆满 戏剧大师赖神川 率暗恋桃花园制作班底 在洛杉矶盛大推出 彻底颠覆传统的 这一夜 威门说相声 过去的历史 都是男人在记载 男人执着于记载 发生过什么事 连皇帝 哪个晚上上了谁 都要记下来 反正今天我抢 你得听我的 明天你硬起来 你就可以篡改历史 反正谁抢 谁就是历史 谁弱 谁就是狗屎 5月3号周六晚 在Pasadena Civic Auditorium 只有一场不看后悔